哎呀老婆 怎么了 我刚刚卡里怎么有10万块钱资猪的信息啊 啊我转给我弟了 他要买车我就直接拿给他了 你为什么要拿我的钱转给你弟啊 10万块钱呢 哎呀他跟我说谁都有车就打没有 找个女朋友都找不到 所以我就直接给他啦 这样子打找女朋友也好早一点 哎呀现在年轻人要买车 他就应该自己奋斗啊 自己分机买一个 为什么要来拿我的钱就给他嘛 我真的是服了你家了 我家怎么了 我是我弟我帮他买个车怎么了嘛 那你爸妈他们怎么不给他买嘛 我爸妈他们了 哎呀我弟啊跟我爸妈说他不好意思说 他开不了那个口 还开不了口就来跟我要 他就好意思跟你开口啊 那我是他姐嘛 我们没有带沟 我不像个老人有带沟啊 10万块钱呢 10万块钱我打工都要打好几年了好不好 4、5年了才能存得下啊 那你再打不就行了吗 他现在需要钱我们就应该帮助他 他找的女朋友也是一种好事是不是 你说的轻松哦 我再打不就行了吗 他交女朋友那关我什么事嘛 不要拿我的钱啊 交女朋友就必须要有车吗 也不一定啊 那有车去哪方便玩嘛 要不然去哪里都要去坐公交啊 搬车都不方便啊 自己有车也有面是不是 真是打总两冲棒子 拿我的钱去买车 给女朋友坐完啊 去玩 你坐公交车也影响不大呀 坐公交车两块钱 你想去哪里就到了 是不是嘛 你想去远的地方 你坐班车也可以到啊 就看你有没有旅游的钱 你拿我的钱去买车了 你旅游还不是没有钱 你的去玩也是没有钱的 哎呀 先给他买就行了嘛 旅游没有再跟我们要啊 还要要啊 那你赚了不就又有了吗 然后我们再给他就行了呀 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好啊 那我是他姐 他连这里忙都不帮他 那他都不要我这个姐了 你真是浮地魔啊 一直在吸我这个血 我一年能赚多少钱啊 能存多少钱啊 我每年都是要要吸我的血 哎呀 大不了我们就少花一点嘛 我弟开心重要 我弟娶老婆重要 我们就省着 省着少晚点 少花一点就可以了嘛 你烟也不要抽了 酒也不要喝了 这样子不就行了嘛 我自己赚的钱还叫我少花 我赚的钱那么辛辛苦苦 那你不也要给我花了吗 我直接给他花了 你还说什么说嘛 我花都舍不得花 那你还不是愿意给我花 我花了 那是你 那是你是我老婆 我给你花是让你花在这个家的上面 花在这个家的生活支出上面 你拿去给你弟 只要你给我花你管我花哪呀 你管你是花哪 你自己没本事了老来说我就 不就花你一点钱吗 你自己老来说我吗 这是一点钱吗 不就十万块吗 十万块钱是一点钱吗 你有吗 你弟有吗 你家有吗 都没有吧 我家有啊 我打工打了四五年才存的 我家有啊 我家留着 等他们结婚了才拿出来用啊 现在用了以后结婚都结不了了 到时候要贷款了 你家有就不还你家的 就先来花我的 真是伏地魔哎 那你想怎么样吗 没婚吧 怎么样 你至于吗 怎么不至于啊 不就拿你钱买个车吗 你没本事还在这里说 你当个伏地魔 每年都在吸我的血 吸的一点又一点 都要快把我榨干了 我存钱我容易吗 我赚钱我容易吗 我那么辛辛苦苦 我是让你花在这个家的生活 开支上面 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变高一点 但是你呢 却拿给你弟买车 买车而已耶 又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自己没本事 你要是赚钱多的话 家里面照样正常开支啊 然后正常给我弟啊 会这样吗 还不是你没本事 又怪我没本事了 你就是没本事 一个大男人花点钱还在这里说 没本事了 是你弟 是你 你们都不赚钱 还有还想给你弟他们玩 为了找个女朋友买车 真的是离婚吧 我不要离 我不要离 像你这种人啊 必须离 我不离 我不离 你以为你不离得成吗 明天早上必须去民政区 我不离 这什么人啊 这是伏地魔 这社会什么人都有 你没人都没人 我第一次就会过 我帮忙 我帮忙 谢谢观看